来来来 今日不醉不归 小弟敬礼一杯 兄弟客气了 干 等等 且慢 怎么 别喝 这酒有问题 好疼啊 谁 师叔 是你 古小子 算你走运 让这小子替你受罪 这毒凭你是解不开的 还回去找你师父吧 我倒要看看 我玄冥子下的毒 他无瑕子能解开吗 师叔 你太过分了 过分 你可知道那道貌安然的无瑕子 把我害得有多惨 我要让他悔恨一生 把我这些年受到的痛苦 一点一点地还给他 只要我先杀了你 他一定会悲痛不已 想得美 有老叫花子 你倒是杀给我看看 老叫花子 敢多管闲事 老夫连你一起杀了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喂 大家好 我的老老师 哇 太帅了 他不是老叫花子要帮我吗 怎么主角还在上场 交出解药 今日便放你一马 想从我玄冥子手中拿到解药 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有没有这个本事 小兵子无瑕子的师弟 原本是逍遥古常人 在无瑕之间有的一段不误 人质修葛 判出小谷 偷奔天然叫 微能因恒 遗憾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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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昏迷中 破绽在此 神龙剑手 红相 所有人都在死 狮王走马 狮军入问 魂师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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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这次玩游戏 有语音我还蛮压抑的 而且 之前在我们的小渴望远传 单机版里面 是没有语音的 虽然这次有语音 可补足 之前玩过 单机版的 没有语音的遗憾 这配的还不错了 看老夫的金蝉骨 不好 快躲开 莫要被沾上 古小子 今日就先把你的命留着 老夫日后来去 可恶 兄弟 撑住 我现在就回萧尤谷 想办法救你 诗意少年英雄救美 联合逍遥大侠古月轩 击退马贼 在庆功宴山 逍遥叛徒玄明子暗中下毒 少年勿饮毒酒 性命非在旦夕 为什么主角都要被 都要被毒啊 灵通剑中的江湖日志 可以重温剧情中的战斗 获取养成材料 在剧情战斗中获得的星术 可以领取宝箱 提升实力后 再来获得所有的星术 领取剩余的宝箱 我的家还没有 在大地图中可以切换场景 我们快去逍遥谷找师傅 逍遥谷到我家逍遥百山门 长于群山之中 风景秀丽 中灵玉秀 中文乃至仙人物妖之地 我们先取一下 没有得到好一点的 没有 古堡瞎回 为什么小小谷是杜汉圈的音乐 洛阳的音乐 大家知道我讲什么吗 没闻过小谷放人转的 就觉得 应该觉得我不要再讲什么东西 好疼啊 小伙子 你醒了 老人家 您是谁 这是哪里 我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是逍遥谷 我是这里的主人 胡侠子 你中了玄冥子的九转十股伞 被我徒儿带回谷里疗毒 不知令图是 师傅 徒儿将药草采回来了 小兄弟 你醒了 顾兄 我看看 你现在感觉如何 身体还疼吗 还有一些恶心的感觉 独一退的差不多了 再休息一两日 便无大碍 那太好了 小兄弟 你好好歇息 我去给你煎药 多谢古兄 今天天气真好 好几日没晒太阳了 小兄弟 古兄 还有无瑕子前辈 身体看来恢复得不错嘛 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了 多亏了前辈和古兄的照顾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既然你已经康复 小瑶谷对你责任已了 云青人 你可以回家了 回家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没有家 我只有这三个月的记忆 也不知道 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小兄弟 没想到你比我更加不行 古兄你的意思是 轩儿自由父母双亡 是老夫一手把他拉扯大的 顾大哥 想不到 你也有这样的过去 你的父母低下有知 一定也会以你为荣的 说得是啊 小兄弟 因为 我有一个好师父 前辈 我恳求您 收我为徒 收你为徒 我失去了记忆 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来自何方 但我希望 能像古大哥那样 行走江湖 行侠仗义 成为小虾米前辈一样的 绝世大侠 古侠子前辈 您能教出古兄这般 武艺卓绝 正直侠义的弟子 正是我心目中 理想的师父 求您收我为徒 让我追随您吧 这 师父 这位小兄弟 为人正直好手 他的志向 又与本派祖训相合 若加入本派 定能荣耀师们 请师父成全他吧 老天安排轩儿 带你进谷 这也是缘分 好吧 我就收你为徒 多谢前辈 太好了 我这就准备入门仪式 我在梦里 总是看到一个女人 这难道是佛祖的启示吗 小瑶增 该不会是那个吧 定能巴布的那个 虚祖 虚祖可是小瑶化的祖先 我印象中是 师父 及时已到 请向祖师爷上香 嗯 祖师爷站你旁边啊 好了 跪下吧 向师父行拜师之礼 是 拜师了 我终于踏出了 这江湖的第一步 这还要选择哦 蛮酷的 但是 因为无瑕士其实 其实你不管选一选的 其实都可以 对 依无瑕士个性的话 不过在这个场合 还是专重的 拜师 好 今后切记遵封祖训 潜心休息 发扬本能精神 莫叫为师师望 是 弟子 谨遵师父教会 太好了 小 不对 该叫小师弟了 师父 师兄 我太高兴了 你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 这几日 就在鼓里活动活动 过几日 为师在传授你 逍遥派武学 你若有什么需要的 可以去找老胡 他会为你安排的 是 弟子谨记师父教会 正所谓逍遥游进 逍遥谷 逍遥谷有逍遥仙 谁知杜康九四中 种族的你 因祸得福 因缘际会 败入逍遥派 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琴棋说话 信守年来 一代大侠的人生 拉开序幕 好 回来 刚刚网络 他们的伺服 教会有些问题 所以这点不上 没有 保护有用 保护太帅了 最好 我是这里的仆人老胡 谷内三餐 以及杂物 都是由我老胡 掌握大脸 三少爷 以后多多指教 好的 也请 请您多多指教 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三少爷 你出来谷内 有什么不懂之处 都可以问我 谢谢你 老胡 三少爷 请先自便 我得先将地上这箱鱼 搬去厨房才行 不如 我帮你把这箱鱼 搬到厨房吧 分工合作嘛 不必了 三少爷 没关系 没关系 客气什么呀 就像你说的 咱们都是自家人 有什么好客气的 就让我来吧 老胡 你这什么箱子这么重啊 这箱子是由金刚打造的 平日里我用来锻炼体魄 三少爷 你不必勉强 交给我就好了 不 我可以的 我就不信我 搬不起来 你放心 交给我就好了 三少爷 真的行吗 我的天啊 这箱子 真是猪死人了 手都快要断了 别动 你敢轻举妄动 我就要了你的命 我的脖子上有刀 还是先扶个软吧 大爷 有话好好说嘛 我没钱啊 没钱 你以为用这种理由 我就会放过你吗 那你想怎么样 说 你是什么人 还有谁跟你一伙呢 我 我是这里的弟子 这里还有我的师父 和师兄 敢骗我 你不想活命了 小子 还敢还手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刚才我大意了 你还以为我真怕了你 哇 主角好呛 人家惊喜呢 不想出不下 恶力的身世 不想起来冰冷 刀进游战 一罗魔术 一套 刀进何必的道路 全力不可忽良 个性 需要 说法 刻薄 辛辣 刀进死嘴 这就是大侠的绝招了 兔崽子 你在做什么 一回来 就在欺负师弟吗 师父 师兄 救命啊 师弟 师父 您是说 这强盗 是我师兄 啊 谁是强盗了 哎呀 哎呀 痛 兔崽子 你把刀子 架在别人脖子上 别人 不把你当强盗也难 你这小子 老是这样 没先问清楚 就动刀动枪的 谁让他长得贼头贼脑的 你想不当身贼头男 谁贼头贼脑的 好了好了 看来是误会一场 师弟 这位是你的二师兄 荆棘 阿吉 这位是刚入门的师弟 二师兄好 二师兄脾气似乎很差 以后可别找我麻烦才好 回话呀 师弟在跟你问好呢 好 好 好 你这小子 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礼貌 吵死了 不知悔改 好了 老胡也差不多要进来料理晚膳了 我们先进屋等候吧 别挨着老胡做事 来源系统开启了 可以通过来源 快速获取 主角有练功单 可以扫荡获取 主角有练功单 可以扫荡获取了 正邪随心 定功链 点击到 点击前往 可以快 在剧情中已经通过了副本 可以直接扫荡 让我们来试试 哇 好丰盛的菜啊 今天应该不是除夕吧 这是为师请老胡特别加菜的 为的是要欢迎小徒儿入师门 还有为轩儿和小徒儿庆祝 他们歼灭了马贼陕北十三宴 保护了独康村 为赢除害 谢谢师父 徒儿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今天主要还是欢迎师弟 成为我们的一家人 从今往后 我们师兄弟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师父 师兄 徒儿真是感动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吉儿 你师弟失去尽力 你要好好照顾师弟 别总是欺负他 还有 学学你师兄 要成奸除恶 扶威济贫 不要总是找人比武 打打杀杀的 哼 要是我来办 做的也不会比师兄差 看来你的身体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明日 为师就传授你武功 是 师父 明天终于可以学武功了 激动 激动 好了 大家吃饭吧 我断言的不是铁 是铁 是铁 我 黑风寨 黑风寨是一口无考无心的商贼 他们手里黑白无常无功高强 是什么手辣 不知多少人被黑不当洗劫 造野你还是先念好本事吧 哇 被老婆看不起了 好啦 自己到这边好了 请问我们要不要忘记到 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 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打开这样子 我更新影片也喜欢收到通知哦 谢谢大家这里收看 拜拜 拜拜